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像你们身边当中有没有说 遇到可能朋友啊 或者是你们自己本身有遇到鬼的经验吗 我本身没有啊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很理性很逻辑性的人 对可能听到一些声音 我会去寻找为什么会发出声音 原来是这样 而不是好像有鬼 不要去不要去 可是因为我们大家应该听很多 就是类似这样子的鬼故事听得很多 像可是老师你身边有没有朋友 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亲身经历 是有的 其实我跟哲理一样 都是算是比较理性和逻辑性强的人 所以我亲身是比较少 应该说没有这种经验 但是身边的朋友啊 倒是有啦 经常会听到一些朋友 他们有一些亲身体验 包括我的学生也好 我以前的大学的学弟也好 他们都有亲身 然后这些人都是我相信的 就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 不会所随便编造故事 所以既然我相信他们有这种亲身经验 所以我相信还是应该会有这种事情吧 是这样子的一个亲身经验 一个学生就是他在曼谷旅行的时候 他就是在大白天人潮之中 就看到那个人潮上面有一个 就在一个头出现这样子 他亲眼看到的 那我另外一个学弟呢 就是他在住在旅馆里面的时候 就是因为旅馆晚上有可能比较少人 走廊上就会看到有那个龟影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相信你们时常去探灵 可能你们有这样子的一些亲身的一个感受 或可能你们没有真的看到 所以我们先看一段 就是说你们探灵的那个一个影片这样子 就像我一样的一样的一个影片